此亚洲健康服务视频包含来自年度患者通讯的信息。 首席执行官及总裁致辞。 我们仅代表亚洲健康服务感谢您加入我们的US患者社区。 历经近50年历练,我们很自豪能够继续提供高品质护理,同时肯定您的文化和语言需求和偏好。 对于US来说,今年是忙碌的一年,因为我们仍继续采取新冠防护措施,同时谨慎地开始举行一些聚集活动。 感谢您在维护患者及工作人员安全方面予以的合作。 5月份我们将开展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园住民和太平洋岛民遗产与心理健康宣传乐的庆祝活动。 为此,我们祝贺所有人,愿大家健康幸福。 感谢您选择我们作为您的健康护理专家。 维持您的白卡,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公共卫生急救,非已接近卫生。 Medical城堡截止日期是2023年3月31日。 以下是一些问题答疑。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参加了Medical,您必须在续签月之前续签您的Medical。 如何续签? 您很可能在到期日之前60天收到您的Medical在决定套件。 此套件被装在一个黄色信封内,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收到州政府发放的此信封,请勿丢弃。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请直接打开它,将其交回给我们。 L请记住,续签Medical是免费的。 不要上当受骗,为续签Medical支付任何费用。 您是否在过去12个月搬过家? 如果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在阿拉米达县社会服务中心更新地址。 您是否在过去12个月搬过家? 您可能已自动续签。 请联络ARS以查询您是否已自动续签。 如果我的收入过高怎么办? 即使您认为您的收入超过了限制,您仍然需要填写并交回收到的再决定套件。 现工作者将处理您的Medical个案。 如果发现您不再符合Medical的资格,会自动将您登记至CoveredCA最低费用银级计划。 在自动登记加入CoveredCA健康计划之后,我是否还需要做些什么? 是需要在60天内做出选择有以下三个选项。 一、选择加入承保范围每月缴付净保费或无净保费计划。 二、选择退出承保范围主动取消已选计划或什么也不做。 三、变更已选计划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升级或降级您的计划。 如有任何疑问及或需要帮助,请联络我们的会员服务部,请致电510-986-6880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下午5时,下午20到15间休息。 什么是压力? 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定义,压力是指身体或心理应对外部因素而做出的反应,例如当需要完成大量工作或生病时。 压力源可能是一次性问题或短时问题,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重复多次出现。 什么是焦虑? 焦虑是身体为应对压力做出的反应,即使并没有主动的威胁也会发生。 焦虑可能会持续存在,并干扰您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影响身体健康。 与焦虑相关的问题会影响您的睡眠、免疫系统、消化、心血管和生殖系统。 它还会影响您的情绪健康并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处理技巧 了解压力和焦虑的原因并培养健康的处理技巧可以帮助您拥有健康的生活。 以下是一些健康活动,坚持写日记,下载一个能提供放松训练的应用程式,坚持锻炼,保持健康饮食,保证健康的睡眠习惯。 避免摄入过量咖啡因,察觉并消除自己的负面和无意义的想法。 向朋友和家人求助,他们会以积极的方式帮助您应对。 支持 如果您正在同压力和焦虑抗争,或许可以咨询专业人士。 您可以联络您的初级保健医师寻求帮助。 如果您正身处压力或心理健康危机之中,请致电988 Suicide and Crisis Lifeline或发送简讯988。 牙科预防计划 预防是医疗保健的核心原则。 考虑到这一点,亚洲健康服务的牙科项目于2023年3月开始了针对0到6岁儿童的远距预防试点项目。 此计划仅针对0到6岁儿童患者,且需要被诊断为 一拥有中等或高度取齿风险,二并未居住在奥克兰和阿拉米达,三其父母稳定可靠,能够接受远距视讯医疗,并参加了该计划。 符合上述条件的患者将收到邮寄的含服涂料和牙刷。 工作人员安排与家长进行视讯会议。 在此视讯会议上,我们的牙科服务提供者将审核治疗计划关于刷牙和使用牙线的牙科教育,解释程序并再次获得同意,并指导家长如何在孩子的牙齿上涂抹含服涂料。 还提供了家长完成这些操作之后的后续操作说明。 我们此举旨旨在帮助父母不必开车去诊所,因为该计划只对居住在奥克兰以外的人开放。 门诊等待时间现在为6个月,该计划有助于为其他需要进入等候的患者开放更多门诊预约时段。 此外,我们相信透过让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涂抹含服涂料,父母将有力量掌控孩子的口腔健康。 新冠疫情最新动态 我们提供的服务,新冠病毒聚合霉链反应、PCR及抗原检测为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为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接种猴痘疫苗。 这是我们的营业时间。 新CDC疫苗接种指引 现已全面取消所有单价疫苗的接种。 所有6岁级以上未接种疫苗的个人只需接种一剂二价疫苗即可。 此外,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可以接种二价疫苗的加强针。 65岁级以上个人可以在接种完第一针二价疫苗后四个月接受第二针二价加强针。 最新检测动态。 如果您没有保险,您的保险不承保检测费用,或者您无法接受检测,我们仍然为您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服务。 我们提供 专门为没有保险,保险不全的个人以及面临医疗保健障碍的人提供的服务。 社区服务专门为没有保险,保险不全的个人以及面临医疗保健障碍的人提供的服务。 筛查提供危险因素筛查以及适当的转介和指导。 分销加大自测试剂盒、试剂盒使用掩饰、教育宣传材料和最新新冠疫情防疫指南的获取量。 新冠病毒检测如果需要,可在现场进行PCR和快速抗原检测。 治疗转诊适当及时的联络治疗资源。 医疗选项协助医疗保健注册和Medical重新确定。 有关亚洲健康服务新冠疫情服务的具体问题或详细资讯,请拨打服务热线510-735-3222。 COVID-19检测仅限于保险不足或没有健康保险的个人。 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从他们的健康保险或四个免费自检套件网站订购八个免费自检套件。 谢谢观看。